在使用我们的VI的过程中间 经常我们需要去对环境被量进行设置 那么怎么设置呢 我们就要重新登录一下 root账户名123的密码 稍等一会儿 好,我们去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比方我打开某某文件 那么像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一旦打开以后 经常呢,我需要做些修改 比方说你看到我这个地方 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有对应的行号 那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看这张幻灯片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扩展模式里面 输入set名 或者是输入setward的命令 下面我来观察一下 当我输入set或者setward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了 在VI中间有各种各样的 可以调整的参数 可以进行查看 那么这些参数的话呢 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你都得要去使用它 但是常见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做做处理的 那么打比方说 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行号行为 我们先返回啊,返回去 那么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什么机制呢 就是显示行号 我们在这边set number 这是就把行号打开 而如果关闭的话呢 对应就是no number 行号打开便于我们去分析问题 比方说我把这个行号显示出来以后 交给其他的截图以后 给他的朋友分析 我这一地方有什么错误 而行号打开以后呢 我们的复制就比较麻烦了 我这样复制的话 会把行号也复制过去 不适合于两个文件之间的互相拷贝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set low number 敲上去 那么不要行号了 你就可以来用鼠标筋脱筛 粘贴复制了 当然是我们只能复制到 微博网上去分析 或者复制到QQ 或者复制到我们的word文章里面进行处理 好 刚刚所看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其中一种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拿别的文件做实验 比方说我打开一个文件 这边我们还有别的文件 我来操作一下 那么像这个文件的话呢 我们每次按一下table键 进入编辑模式按table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呢 你的系统里面 它默认是跳八个字符 而我的系统是跳四个字符 跳四个字符 是因为我对python编程的环境 已经做了这么一个操作了 那么呢 这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也是我们经常就要去修改的 这叫type-stop type-stop 为了的环境能源等于八 如果把它改成四以后 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管理 如果我set type-stop等于八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文本 它就会按一次table键 往后面跳上多少个字符 我们再跳一次 你看 就会跳多个字符进行操作 那么就是八个字符 那么作为我们的python语言的话 就可能会报错 那么我们最好的话呢 就像这个type-stop 调整了一个具体的字 比如说四 四是最好的一个字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处理 比方说我们在搜索的过程中间 我们搜索install这个单词 你会发现找不着 没有找到任何的install 明明看到也找不着 那么这个是对我们说最为重要的部分 我们学搜索的时候是输一个写杠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set一个law 一个law就是忽略了 case 忽略大小写 这个开关设置以后 我们就说再来输单词install 你看看 我们就很明显的 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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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直接会不会体现出来 但是不管你怎么样 你只要一退出 然后我们一会儿 把这个文本退出 当我再次以相同的方式 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那我们再次打开这个文件 install log 你会发觉的一切都变成原样了 我们当按一个table键的时候 它同样输进这个字符 我们来搜索install这个单词的时候 又不区别拿下写了 那么为了能够将我们所说的 每次你的操作行为 都给它生成的话 那么呢 请你在后续的知识点 支撑的潜力下面 我们可以在个人组部录下面 编辑一个VIMRC 我这个幻灵片里面 这个OR没有做翻译 应该是OR的意思 或者 VIMRC 是一个隐藏文件 这个请参照 后续的文件系统章节 进行了解 那么呢 我在这里就引寫入这个文件了 大家看 打VIM波浪符号 点VMRC 这是一个resource资源文件 那么把你要操作的事情 一步步写上去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这边是setTable 等于是setLumber开启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还可以加上一句话 set一个no case 那么只要这样做的话呢 我们下回系统保存以后 当你无论打开任何的文件 还都可以遵循你的意愿了 比方说我们这边搜索一下install这单词 不管你怎么搜索 你看我搜索install 同样可以匹配到我们的单词 那么这就成了我们的VIM的配置文件 放在个人组部录里面 因为每个人的信息都不同 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方说每换行的话 是不是自动的缩近一下 我们的文本的一页 显示多少个字符的宽度 等等等等 其中最要用的话呢 是setLumber ignoreCase 还有setTopStop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VIM的配置文件 属存方的位置